知道这起事件其中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也要带您来关心哦 这一个事件刚刚提到了 它明明是在杂货的船怎么会来载运沙石 再加上它载运的时候可能没有处理好 专家这说当这沙石碰到的水就会变成了泥浆 所以就会加速翻覆了 再加上现在是不是船只本身就有漏洞 又就有破损 现在不得而知 还有原本是说有16名船员在船上 结果事后调查怎么少了一个人才知道 原来轮机长他因为感冒吃药睡过头了 虽然现在判定轮船会翻覆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按时的执勤 很可能会被处6万到30万元的罚还 现在确定可能会以最高上限30万元来处置这位轮机长